受經濟的影響 就普遍種植茶葉 變得奶茶的話呢 會比水稻的利潤要高一點 所以這邊太糾纏 那我們種的茶種叫清新烏龍種 那這種茶種呢 我們把它做成什麼 學習明北的作法 明北的作法就是什麼 包種茶做成條狀的 所以包種茶是條狀的 好 那我們可以看看呢 我們現在新北市啊 各位看待這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是民國六十年 在這邊拍攝的 你可以看到什麼 踢鐵上面這種水稻 這張照片現在看不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就站在這個 踢鐵水稻上面 它現在變活物館了 那我們後面呢 通通變成茶園了 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 我們都變茶園了 都改做茶了 那為什麼我們山區鄉鎮 從水稻變成茶呢 就是怎麼說呢 第一個呢 我們看新北市 在台北市周邊群山環繞 對不對 剛好山區的地形呢 怎麼樣 常常下雨 高濕多雨 溫差大 是茶葉所生長的良好環境 所以呢 依照當地的什麼環境特色 以及主天移民的路程來講的話呢 所以我們這邊呢 會有很多很多的茶葉鄉鎮 而且呢 所種的茶呢 都略有不同 那整個文山地區 大文山地區呢 都以什麼 做包種茶 那各位 跟各位講的 所謂的文山地區呢 在過去 清代到日據時代 文山地區很多 從汐止 南港 深坑 石壁 興殿 平溪 還有包括烏蘭 這些地方呢 都是以前 叫做大文山地區 因為最早呢 就是呢 那個時候 它的這個 行政區畫面 以前叫做文山堡 在清殿 日據時代呢 叫什麼 文山郡平民區 日本人走了之後呢 這邊叫什麼 文山區平民鄉 台北縣成立以後之後呢 就廢區社鄉 所以呢 文山區這個名字呢 對 就沒有在什麼 台北縣裡面的 就被誰呢 就被這個 台北社呢 拿去用了 所以說呢 早年這個地方的大文山區 那文山區 也是我們這個包種茶 那我們在石燃的話呢 用印枝鴻錫呢 有做鐵觀音 在山峽部分呢 它是生產綠長的大鄉鎮 有龍井跟碧羅村 但現在以龍井為主 這樣子 那我們在石燃那裡 也有很有名的碰崩茶 它的發酵程度比較高 所以發酵程度在75以上 好 那這些地區呢 就是我們北部地區呢 重要的產茶鄉鎮 那在台灣呢 經過日本人的分析啊 台灣有四種茶種呢 最為重要 第一種就是清新烏龍種 清新烏龍種呢 全台耕座面積超過50% 第二個呢 就是苗栗的清新大胖 清新大胖 做東方美人茶主要茶種 第三種就是印枝紅青 印枝紅青 第四種是大葉烏龍 再次花蓮 做大葉烏龍 所以這四種呢 是台灣的四大名種 所以我們主要茶種 那台灣茶種